HELLO 各位好,現在回到POKEMON的白金 首先說的是非常抱歉,上一集因為有點緣故,沒有錄到的,很奇怪 大概劇情就說到,如果大家有看的話,上一集就說到我非常幸運 贏了敬敵和管主,然後我就要經過某一條路 來到這裡,但那條影片因為有點問題,所以就播不到 現在無緣無故有兩個打巴劑,搞一陣 我又有一隻沒有黑鷹的中階版 為什麼呢?因為有招技能要他學的,我們先打這個 不如捲衣套 隨便吧,清武也好 哇,這麼厲害 飛踢,死定了,一下子踢爆你 不要不中啊,喂,好棒 他要踢我回頭,那我電關石火打他 清武 還可以輸? 飛踢 接著又用叫聲 哇,我差點死了,我差點死了 哇,好在贏了吧 哇,搞定了 哇,差點死了 好了,大概 上一集就說我贏了敬敵和管主 然後就來到這條路 我給大家看一下地圖 地圖就是這裡 我正常應該在這裡 我穿過209日來到這裡 其實是非常短的距離 但是我上一集拍了20分鐘 對,大家知道 這個遊戲有多難打 OK 那為什麼要捉武黑鷹 為什麼要捉武黑鷹呢 就是因為我要給他一招清武 這招清武就是用來清除 旁邊的幽靈之塔的一些武器 所以就捉武黑鷹了 OK 那立刻上去 繼續回我們的劇情 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劇情應該是向... 向哪裡走 應該是向這裡走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山打屋 不是不是 應該只有一個 這個是山打屋 那為什麼我不熟呢 因為我白金沒什麼怎麼玩 OK 為什麼升不上去 行行行行 我照教我們雙打是不會接受的 不會接受人打雙打的 所以我們決定避開這些打吧仔 OK 啊 我記得了 上一集錄不到的畫面 是穿過了這個森林 並且走了一段路 對 那給大家看看 這裡是有... 傻鴉在這裡 好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輸了然後飛了回來 路上有一些訓練家已經打過 也都打過了 所以是可以走走走過的 這個還沒打過 革命的精靈使出的技巧很好看 看我表演 哇 毒...毒... 不良話 復仇虛張聲勢 哇 這些技能怎麼打 哈哈 先偷襲吧 哇 教功 漂亮 打 好漂亮 我在想要不要虛張他 但是我想到自己有機會自食奇果 那我就... 不要刺激他了 待會他一件事打死我 那我就... 就要死回去了 哈哈 再次死回到中心裡面 OK 而這裡大部份都打過了 是差幾個 應該是這個吧 對 那天蠍吧 這隻 偷襲他用 嗯... 偷襲沒問題 絕對沒問題 偷襲他 為什麼石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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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球 差尾浮游就馬上要轉 為什麼呢 因為差尾浮游 是非常強的 那我這裡也不用叫聲 所以用睡眼 之後用八面怪 再變身 嘩...想噴我水 已經噴了 好 立刻吃藥先 不要想了 這裡我們用... 狙擊 嘩...不行 好痛... 好痛啊 水槍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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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睡眠也可以吃一下 我覺得 OK... 隨便拔了一下 水槍 水槍 靈波 啊... 幽靈氣球 我們馬上吃藥先 不要想太多了 好... 吃藥要趁早 然後呢 他是鬼妃來的 所以我們用狙擊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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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只剩2,300元而已 不要緊 我們先用一隻放下來的資產... 資金呢 去準備把他打贏 其實我想第一隻... 第一隻的... 這個叫做... 那個叫什麼... 天蠍 那天蠍 遇上叉美浮遊是一定要走的 因為呢... 所以是可以撒到他的 那... 沒可能不走啦 然後就變身做叉美浮遊 再用高粟星星打 因為他剛才用高粟星星打得我好過癮 哈哈... 打得我超多血 吃光的那些都還沒加一遍 真的不是開玩笑 欸... 向上 盡可能呢... 就避過了些東西 但可惜那個我避不到 命中注定... 要決鬥的對手 對啦... 只差這個 OK... 沒關係 希望這次打贏 這裡... 其實用連續撤有沒有機會 應該沒有啊 我想應該打他不同 對啦... 拗痕 打下去就沒什麼用啦 我想都是偷襲 呵... 這樣的技能都不知道怎麼玩 好啦... 我們照舊呢... 先幫他回血 OK... 水柱噴射 高粟星星 嘩... 超厲害的 幽靈氣球 這個幽靈氣球變得好像比較穩妥 感覺上 感覺上我變... 這個氣球好像不錯 哇...加蜜防 OK...青霧 雖然青霧不是青狀牌 報復 嘩...好載 柱氣... 起風... 報復 剩下這麼少血 我們應該可以報復吧 OK... 再報復 能量儲存 我這裡出能量儲存 嘩... 好危機啊... 我感覺到 再用能量儲存 好痛啊... 能量儲存 OK...報復 報復... 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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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我差點自爆... 差點被爆死了 嘩...我終於過到了 為什麼會有發芽呢 不會打野吧 不要啊大哥 嘩... 我感覺到這裡有點不對勁 有些銀河仔 先找我中心 中心... 在哪裡 看到了 OK... 這裡是不是要打銀河團 那個... 劇情 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這個位置打銀河團的劇情 又不知道要拿到哪裡的鑰匙 咦...這個打道館 先打道館 先打道館 別想了 你想去挑戰鬥谷嗎 漸漸變強 我是來中心玩 當然啦 圖鑑也有拼命砌 咦... 這是水系 海是我的人生 無必無際 無可畏懼 無風不起浪 m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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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操控水的王者 將所有的東西都全部淹沒 將火焰... 這個... 這個... 極限假面 面對電器束手無策的極限假面 海是我的人生 OK... 將火焰... 你挑戰管主 真是年輕 可以說是天才少女 一起練習 都會被她的強勁嚇倒 我們集合精靈搏擊歌手於一身的道館管主 OK... 精靈管管挑戰加油 格鬥佬嘛 其實... 有得打嗎 這裡呢... 他就要推... 推這個... 沙包 OK... 推沙包然後再上去 然後就可以繼續打 兇手到四兄弟 好... 偷渡地球保護 守 嘩... 他剛剛打超痛的 OMG 吃藥比較穩定 吃婆 復手 嘩... 漂亮 再復手 手刀 嘩... 嘩... 簡直是完美操控這個的... 耗力 唉... 簡直是... 格鬥界的天王 OK... 完全知道他要出什麼技能 好了... 我們繼續打吧 不如買一買東西 不如... 有點擔心我被人搶錢 是不是這裡 百貨大樓 地下好像是去地下倉庫 沒有記錯 嘩...不是... 這是什麼 地下選購精靈 新出爐的松... 嘩... 松餅6400元一個 我真的體會到Pokemon裡面什麼叫窮人 嘩... 20元一個... 這麼便宜啊 這些... 這些可以買 20元一個真的挺便宜 OK... 計數器 特工資源這些不適合我用 嘩... 這個有用啊... 但是...嘩... 這麼貴怎麼買啊 我買完藥都不用知道可以買這些 它多少層啊... 一樓啊... 都會打... 嘩...這些這麼便宜 雖然我都買不起啊 但是至少這些不用用啦 這些是... 那些很豪用的技能來的 大哥... 一樓 買完是不是一樓啊 這裡啊... 還是這裡啊... 應該這裡 對了... 唉... 高級商用我們不買啦 因為這些... 太高級了 完全... 跟我們不是很問合啊 OK... 我們要遲些才能用這個高級 哈哈... 對啊... 一來...我們不夠錢 呵... OK啦... 二來就是... 我們沒有需要用到200血的... 匯血量... 對... 對... 現在應該是這邊... 不對... 現在是這裡... 我不是直接上來... 對... 對... 之後呢... 就... 這個... 對... 空手道四兄弟... 用希望的門口問候我... 復仇... 去張星石偷襲... 偷襲... 不要啊... 復仇... 嘩... 好痛... 嘩... 真的不行... 每一場都要吃藥... 大哥... 追擊... 暴力... 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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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吃藥... 好啦... 繼續... 這個頂著我的頭... 偷襲地球... 偷襲地球... 復仇... 當生頭... 當生頭... 是什麼技... 嘩... 頂啊... 猴子... 偷襲地球... 本來... 偷襲地球... 再用偷襲地球... 頂... 一張復仇... 打死我... 不行了... 隨便按吧... 雖然我覺得可以贏到的... 對了... 這隻小鳥用... 嘩... 真的贏到... 我還打算... 球球器的禁制算了... 誰知他真的贏了... 用普通的攻擊技... 就是這個... 一般屬性的技能... 就可以打死那隻狗靈...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用非人技的話... 小鳥就一定拿得贏... 小鳥就... 基本上... 贏硬... 贏的機率很大... 所以呢... 都想不到就贏了... 好... OK... 然後向這裡走... 這裡... 然後這個怎樣... 忘記了... 呃... 應該是這裡... 咦... 不是... 怎麼走... 這裡這樣... 我們先解決這個... 應該是上面那個... 扔下來的... 嘩... 反擊... 嘩... 被他反擊得很痛... 但是現反對他來說很痛... 現反... 耶... 是一個非常好的判斷... 這裡要推過去... 其實這裡好像錯了... 不如我們重新來過... 不如... 因為我暫時未看得到... 怎麼推法... 給我一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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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應該差不多了... 首先我們不要亂推... 這裡其實... 推不推都... 沒什麼分別了... 咦... 不對... 這個要推的... 推這個先... 對... 這樣過...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推... 這一塊... 應該... 跟著呢... 就再推這一塊... 對... 這樣... 這一... 這一格就OK了... 就可以走到... 其他地方... 好... 然後呢... 然後就將... 這一格推下去... 如果沒有錯... 就將這一格推下去... 再推... 啊... 不對... 這樣... 推這一格... 這裡推上... 對... 再推過... 再推... 下... 之後這個再推上... 對... 這個再推這邊... 搞定了... OK... 好... 好... 我們在... 他面前... 我不想再推... 雖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再推... 但是... 都... 消費一下... 牛牛... 大佬... 來啦... 看看一些... 證書先... 一期一會... 一日一食... 一日一善... OK... 看來... 這傢伙只吃一餐... OK... 初至見面... 導管管主李子... 要說我為什麼會擔任管主理由呢... 以自己的方式... 努力在做管主的工作... 開始啦... 想贏我嗎... 猴子嗎... 冥想... 嘩... 這部... 糟糕了... 唉... 冥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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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啦... 冥想要用覺醒力量... 呃... 覺醒力量... 嘩... 這什麼覺醒呢... 大佬... 廢成這樣嗎... 不要緊... 嘩... 我們要... 我們要用反擊打死他... 真是慘... 大佬... 喂... 靈波... 浩力就馬上走了... 不要想太多了... 馬上走了... 不要想太多了... 嘩... 癡根... 嘩... 放身後... 我頂... 做得來啦... 他頭那隻... 嘩... 完全擾亂了我的思考... 他頭那隻...嘩... 完全是擾亂了我的思想... 基本上前還是後都沒有分別的冥想... 因為我開到五下冥想... 他又開了幾十下冥想... 加了特防... 所以我的覺醒力量是廢了... 好... 那一會兒... 我們就... 用什麼... 都幾痛... 一會兒換這隻... 然後回回... 白面怪血先... 也免得他... 減的防... 因為減的防... 我好大... 因為我超低血... 如果被他減的防... 嘩... 福壽... 為什麼他這麼聰明... 其實不是聰明... 應該是那個... 速... 那個... 的... 先後次序問題... 對... 如果他先過我用... 復獸的話... 其實應該未必死... 可能... 你看... 我開我三下都是... 勾...勾...勾... 勾...勾...勾... 嘩...其實不是的... 那我為什麼不換寵呢... 對...我可以換寵啦... 但是我想知道... 我用覺醒力量打他... 但是他不痛...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嘩... 格鬥是覺醒... 不是吧... 他是覺醒格... 咦... 都可以玩一下... OK... 如果是這樣... 我可以玩... 只剩一招覺醒... 覺醒技... 不如再換寵吧... 不要緊... 這裡死了... 再變他身... 然後這裡吃個藥... 對了... 那我這裡就... 以一招的覺醒力量打死他... 然後再用這招技... 打贏耗力... 看看打不打贏... 喂...好像... 不好... 好...不好... 還死了... 嘩...他真的... 好難打... 頭那隻... 覺醒格... 真的... 這麼麻煩... 我想知道... 覺醒力量會爆擊的... 會有PP... 這裡我們不要浪費... 叫聲... 唯有他打死... OK...然後還有覺醒力量... 啊... 完美... 其實我這裡換走... 可以嗎... 其實這裡換走... 都可以... 嘩... 為什麼一下子打死我... 當生頭... 福獸... 靈波啊... 一下子打死他... 當生頭... 為什麼不是我動... 嘩... 路卡利... 你真會玩... 唉... 吃大藥... 骨頭突擊... 地屬性攻擊... 你又用... 復獸... 先取... 嘩... 搶我的招技勇... 一拳打死...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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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假設... 完美... 對... 我輸了... 真是九位的完白... 學了很多... 玄石徽章... 由我這個精靈聯盟認定的導管徽章之後... 就可以使用飛天這個技能... 四個徽章... 就算交換過來等級50以下... 都會順從你的命令... 60的技能已經送給你... 吸收拳... OK... 我的百變怪獲得獲得獲得... 不知道... 我的百變怪什麼都能獲... 我的百變怪是天才... OK... 我有一個請求... 剛才我渡過了圖鑑... 被銀羅團搶走了... 幫我手... 這麼廢... 然後被人拿到圖鑑呢... 你已經是失去了這個... 做這個精靈訓練家的資格... 連這個... 這個訓練家的身份象徵都被人搶走了... 你的身份證都被人搶走了... 還叫我幫你手? 啊? OK... 我們先看看我的百變怪... OK...不錯... 剛才非常幸運... 不是... 是非常有實力地打贏了這個管主... 非常厲害... 我拿我自己... 好了...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上集非常抱歉出不了... 因為種種原因... 不知為何... 這條影片搶不出來... OK... 好了...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記得按個訂閱... 還有... 就按個讚吧...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